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它的市场量还是占了45% 非常的大 是老人吗 还是 不是 就是一般我们在新兴市场 包括这些印度 印尼 甚至非洲 都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开发的客群 所以他们是刚开始使用手机 所以先从低阶的开始 低阶相对的也比较便宜嘛 是 没错 好 不过呢 我们先来看看得奖名单 其实我们常常觉得说 HTC在台湾是台湾自由品牌 可是好像为什么在台湾 都打不过Samsung跟iPhone呢 那可能HTC的人员就说 我们连续两年得奖 没错 没错 这个奖到底是根据什么样的评选方式 来选出来的 为什么它跟市场跟销售 没有办法成正比呢 我们先看它得了什么奖 最佳智慧型手机 这是在今年2014MWC的 这个手机得奖名单当中 宏达电的这个是One Max吗 HTC One HTC One OK 这是它什么时候出的 它应该是在前年出的 前年啊 对 所以它是连续两年这一支得了两次奖 就是最佳新手机跟最佳智慧型手机 最佳新手机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去年度 是哪一款 HTC One 那第二次得奖呢 也是这一支最佳智慧型手机 都是这一支啊 对 HTC One 对 所以它在创新性上面是非常值得 做一个前瞻性的指标 请问跟它一起 这个它的competitor是全世界的手机 对 没错 那我本人在颁奖的现场 那同样竞争对手 有iPhone的5S跟Galaxy的 三星Galaxy的S4 都是一起去做竞争 你认为宏达电的HTC One 为什么可以得到 the best smartphone best 对 为什么 是 因为以大会的 就是大会的结论是 他们在这个时尚工艺上面的设计 时尚工艺啊 还有创新性上面 尤其是创新创意这一块 哪些部分的创新呢 非常的突出 当时的时间点 苹果没有吗 三星没有吗 我想在一些设计 或者是音效上面的表达 以及它在整个界面 软体界面上是非常突出的 对 相对 就是它当时推出的时候 苹果跟三星都还没那么好啊 那个时间点 我想是应该是 不错的一个代表 的确前两年那个时候 红杂店的骨架到了最高点 应该是 可是它盘踞高峰 时间非常短 一瞬间就往下滑了 就表示说 对 这种手机产品 你一旦面试之后 你所有的研发的秘密 其实就马上被对手看到了 大家马上迎头赶上了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它在盘上高峰之后 一下就掉下来 不然我们是台湾 非常关心这个品牌 我相信你对这个 应该是有看法的 是 我想每一家 不管是HTC三星 或者Apple 他们一定都有所谓的区隔 对 那这次的颁奖也是非常明显 每一家都各自有特色 不会大家都做一样 不然就是这些旗舰机 差异化就没有出来 那我想红杂店 它主要的一个 增结是在于说 在大家全球已经看到 中低阶智慧型手机 这一块的时候 它比较晚推出新产品 我想是在这一块 中低阶手机上面 什么叫做 我听不懂你的话的意思 什么叫做 大家都看到中低阶 它比较晚推出产品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颁奖还有一个 得奖的项目价 最佳 低价智慧型手机 这是一个新的项目 不是低价 低价是Nokia Lumia 520 对 那这个奖项是在 今年才特别成立的 过去没有成立 今年第一个 是Nokia最佳低价 是多少钱 它是150块美金 所以 4千多块台币吗 对 所以这一块Range 是变成一个 一支新的主流上来了 所以在去年度 已经这些中低价的 智慧型手机 已经正式成为 一个很大的势力 那这一块是我们 比较晚琢磨的地方 Nokia今年还有一个得奖 Nokia 105 是最佳功能型手机 入门级手机 所以Nokia一切 就切得非常的低阶 它切到入门级的 是 没错 就是以前我们在玩的 这种比较黑白荧幕的 傻瓜机一样 傻瓜机 没错 所以现在 虽然说smartphone 大概已经朝非常尖端 不管是话术来 还是功能 什么指纹辨识之类的 可是最低阶最原始的 不管是新衣市场 或是一些特殊使用需求的人 这还是 非常的大 非常大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概还有8亿只的出货量 是在这一块 低阶入门 8亿只 对 那smartphone是10亿只 所以这个量是不相上下的 对 所以不能小看 不能小看 对 所以新兴市场其实是更大的 新兴市场是更大的 对 而且很多人是第一次用 对 天哪 第一次用 你说非洲 对 哪些国家你讲给我们听 好不好 像Nokia这次 它发表了一款 就是Android系列的手机 它也是 因为它们被Windows给并购了 微软给并购 但是这是它第一款 用Android的手机 那有一个非常大的代表意义 所以它Nokia XZ 它一次就出了三款手机 它打出来的目标是 让下一批10亿人口 连上网际网路 所以下一批的10亿人口 指的就是新兴市场 所以它在这个手机系列 会在亚太 欧洲 印度 拉丁美洲 中东等等推出 那就是要主打 这一批还没有真的使用 或上网过的这些朋友们 可以做一个网路的体验 XZ系列 对 它也是低阶的吗 对 它的价位是大概 从89欧到109欧 所以也是4000块上下台币 对 就在这个软件 所以Nokia不但 它Lumia 520是150块美金 最低价 然后Nokia 105是最低入门 最原始的功能 还有它Nokia XZ系列 对 所以Nokia大家觉得 现在台湾都没有人 它不是什么三星 Apple的强势品牌 可是没有想到 在整个国际 我们现在有global的观念 它还得了不少奖 而且感觉好像还赚蛮多钱 我们不要小看Nokia 它在去年度的排名 还是全球手机第二名销售量 真的啊 我们等一下来看销售量 第一名是三星 好我们再看还有谁得奖 Apple的iPad Air 得到最佳平板电脑奖 是是是 iPad Air是 就是iPad的这个系列 那去年度是Google的这个 我不知道iPad Air是mini iPad吗 就是一般的iPad 就是最原始新出来的那一批 今年还得奖 它应该是一个最新的系列 所以Apple的手机没得奖 反而它是iPad 不过Apple的iPad 几乎没有什么竞争者 iPad大家都是用Apple的吧 对 没错 好秀 LG呢 最具创新性的装置制造商 对 这什么意思 就是每一年大会会办一个 最新的这些device 就是手机啊 或各种配件的制造商 那去年度是三星得到 的确三星很厉害 它有一个接头 其实可以去接Apple也可以充电 是 很贴心 是 那今年度就是LG 它在创新性上面有得奖 最佳行动迁入是 消费电子装置Sansom的GearFit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画面上看到 挂在手环上 这个是什么东西 智慧手环 那这个非常具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那我们可以说呢 穿戴式装置呢 今年真的是元年 才是真正的元年 才在纪念 对 好 看到得奖 就觉得说 我们连HTC同样一个东西 可以连续两年上榜 可是中国大陆都没有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他们 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手机市场上的特色在哪里 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奖 我想这种奖项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奥斯卡的颁奖 对 那也有政治意义吗 因为AMWC是不是美国是不是 它是全球性的一个 全球 性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机构 那排斥中国大陆吗 还是觉得中国大陆只是就市场规模价钱 来copy它们是比较后期之秀 所以就不给它们原创的肯定 我想这个颁奖就有点像 像说我们一些很好的骗子 或者连安导演所拍摄的骗子 非常有创新性突破性的一个代表 但是不见得得奖就等于市场最畅销 好 所以这个叫好 不叫做的有谁 我们来看看看看我们票房如何 来 你们也做了一个2012到2013 这个全球智慧型手机 以及这个手机的销量 我们先从去年好了 2013 对 2013的手机 是 第一名是 我念一下了 2013手机 第一名是Sansung占了31% 是 再来Apple才占了Sansung的一半不到 15% 对 第三是华为 对 可是华为更是连Apple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只有4.8% 还不到5% 然后跟LG是并驾齐驱的 接下来是联想 对 然后是中芯 也是中国大陆品牌 所以前五名智慧型手机 去年的销售量有三名就是中国大陆 没错 我想这是一个 他们三个加起来还 就才25% 还比不上三星的31% 是 所以三星在Smartphone 那我们宏达店 在2013年智慧型手机的销售量排名呢 是第十名 是排到最后一名 它的销售量是全世界的2.2% 是 好 对 我想我们还是有蛮大努力的空间啦 因为这些市场的竞争顺息万变啦 对 那我想我们是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好 所以手机呢 现在低阶的 低阶去年第一名还是Sansung Sansung非常厉害 它同时南瓜了这个低阶跟 低阶手机跟Smartphone手机的第一名 对 它是全球手机销售量第一名 百分之二十四 对 可是Nokia果然很厉害 它这方面跟Sansung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 是 大概一半以上 百分之十三 对 然后第三名是Apple 对 Apple低阶也做得还不错 占百分之八点三 再来是LG 中心华为 所以这样看起来 你们做了这个全球手机跟 智慧型手机的销量排行 你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得到了几个重点是 在全球手机销售量 中国的五家品牌就进了前十大 哪五家品牌 ZTE 华为TCL联想跟育融 五家品牌 育融联想华为中心嘛 对 而这些都不是山寨哦 所以五家品牌 看不是小米机 对 对 那这家五家进入前十大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象征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Sony 这个日本的这个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大厂 它卷土重来 起始回升 在2013年呢 它又重新回到了前十大 对 那我们可以从Sony 它是一个整个日本的 一个象征性的企业 它的死灰复燃 是整个日本国力的复苏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日本 你说哪一款 这次发表的是 Sony Espira Z2 OK 对 那从去年的Z1 它的表现就一直很积极 那Z2呢 我们也看到了说 它们整个集团的策略的 一个大整合 对 全球手机出货量 你们做了2012到2017的一个统计 是 基本上是逐年成长的 是 所以这还是一个成长性的产业 那么并没有到了市场饱和的地步 因为有新兴市场这一块 不断地有比较落后的地区人 要加入手机的使用 是 没错 那么手机的出货量也是逐年成长 而且它成长的幅度 比起智慧型手机好像要更大 因为当然是低阶要换高阶 所以手机的渗透率 也从2012% 39% 你们估到2017高达84% 都是手机 所以可能到2020年就全部都是手机了 对 所以这些具有这些上网联网的这些 还有一些智慧上面的功能 都已经会变成人手标本 标准的配备 好 所以看到你这个统计数字 让我觉得 其实究竟我们关心的是 它的创新 它功能的突破 还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赚钱 我们要卡这个销售的量 其实我觉得两者都必须要并重 因为还有那一个数字的指标 是关于价钱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150块到300块美金的 这个中低价位的市场 它的整个的渗透率 是会到2017年 是会超过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中低阶是大家 反而更要积极去布局 你记不记得10年前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用Nokia 是 没错 各级始终来自于人性 大家觉得它的界面 超人性化 超好用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Nokia 一支多少钱 Nokia那支 好像蛮贵的 一万台币都有 可是现在大家觉得 当然我们有跟这个电信商的榜约 大家有没有觉得手机 好像现在一两年就非换不可了 对 而且越换越便宜 对 之前 所以一万两万真的是大家会怨疑 是 没错 受不了 对不对 而且厂商也鼓励你换 你有时候喜欢旧机 就像之前Nokia 你怀念某个旧机 你使用习惯了某个旧机 可对不起我不出了 对 没错 就强迫你一定要花大全换机 可能大家会有这种抱怨 所以它一定要搞低价 是 所以这是消费性电子的特色 因为它就是消费性的 对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一万块以上的这块市场 它的整个市占率是在萎缩的 反而是在这个4500块台币 到一万块这块才是重兵在布局的 好 如果以这种价位来讲 有哪些功能是基本的 那我想这次宏达电 它在这个MWC 它虽然没有发表旗舰机种 但是它应该就是发布了 落在这个价位的手机 我的意思是说在这种价位 你觉得有哪些功能 只是炫技而已 或者说有哪些功能 你觉得是必备的 有些功能是还没有研发出来 可是是必备的 有些是已经研发出来 可是其实消费者使用起来 并不觉得实惠 所以它就慢慢被市场淘汰 是不是这样 我想中低级手机 它都基本上是叫标配 那主轴还是放在这个旗舰机种 真的高阶的智慧型手机 才会有真正的创新应用在这里 比方说你说这个四核心 五寸大荧幕 Full HD支援 HD为基本规格 这是以后未来必然的趋势 而且不会被淘汰的吗 这些是旗舰机种的一个 最重要的指标 会是在硬体上面的指标 那所以中低级手机 就会follow这个旗舰机种的方向去走 就是下一波它们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五寸大荧幕 现在有Sony Z2 Samsung Galaxy S5 对 五寸 对 五寸已经变成一个 基本 基本的 那去年度四寸还是会在市场上横起 但是今年度也是五寸的是一个 32GB 对 储存量 储存量 还有这个相机画素 相机画素 Sony高达2,070万画素 还自动对焦 这是目前最 业界最高的 业界最高是在Sony 对 毕竟它是做相机的 对 相机器 Sony T1在好多年前 那时候大家 对不对 这个是高阶的傻瓜相机 所以现在这个Sony 它们这个Z2强调 Sony要大力整合各个事业单位 对 没错 所以今年Sony是起始回生了吗 去年开始 就已经整个都上来了 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数位 影音 对 录影 录音 高画质 是 没错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次MWC本来是说 这个集团仲裁并不会来 可是最后它有出现 就是平吉义夫本人 上台为这支手机去展台 那其实我在现场看也蛮感动 就代表说整个集团的力量 整个出来了 那其实这两年呢 平吉义夫总裁呢 他一直强调的 One Sony 意思是说 Sony它这个集团是有非常多的失业单位 它有没有要搞低价 因为日本好像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们都很贵啊 是 是 那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部分 Sansung Galaxy S5 它们是打叫高效能高速又省电 对 对 没错 但是我们认为说 其实在市场的评论上面是 有一些对这支手机还是有一些小期许 然后所以会有一些小失望这样子 为什么 对 因为我们原本市场的期待是说 因为三星毕竟是这个面板起家的 原本会认为说它是会用到2K的这个显示器 那没有想到它出来的还是FHD的这个规格 这次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这个行销的手法是比较特别的 或者是说行动智慧装置的一些特殊功能应用 比方Sansung 它是透过这个红外线测量心跳 就是指纹辨识心率感测 对 没错 那这个我们认为说指纹辨识从一线大厂会慢慢慢慢地渗透到这个二线厂上 现在一线大厂是哪一家指纹辨识 那iPhone 5S在去年度就出了 然后接下来HTC OneMax也出了指纹辨识 那第三支就是三星的Galas 5S 那我们这次终于看见它有放指纹辨识 它有结合量心跳嘛 对 这是HTC没有的嘛 对 这是三星自己首创的就是心率感测的这个辨识器 所以它是用在这个运动上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指头放在那个相机机那种上面 有个用红外线的一个辨识的方法 好 防水防尘也逐渐受到关注 没错 还有呢Galaxy S5可以在水下一公尺浸泡30分钟 没错 手机如果不小心掉到马桶就毁了耶 对 可是SansungGalaxy S5可以在这个马桶里面30分钟 它主要的亮点应该是说现在大家已经离不开手机 当然 对 那可能有些人他在泡澡的时候 不小心 他泡澡的时候可能我想边泡然后边滑我的手机 那所以 沾到水更没 它都可以泡到水里面半小时 那沾到也更没关系 整个防水就跟表一样嘛 是 没错 那会很贵呢这款S5 这个价位呢还是还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想说它应该也是落在高价位的手机上面 对 好 然后华为我们讲讲中国大陆啦 是 华为建立世界品牌 它现在已经干掉了Nokia成为世界第三在smartphone上 是 没错 那么它这个第三当然是销售量销售数字 对 可是在功能上呢它有什么新的突破 新的突破 那我觉得华为是一个 这次让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行销手法我非常的赞赏 对 就是它们让我已经感觉说 已经踏出了我们印象中一个保守的中国的一种风格 它非常敢讲 非常敢秀 只是敢讲 敢秀吗 我只是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大家在一个很黑的地方聚餐 所有的手机都挂了 只有华为可以在非常黑的地方把大家都拍得很清楚 结果我们那天全部都分享华为拍出来的照片 是 是 是 那它这次的行销上面呢 它选在这个西班牙的一个最重要的博物馆 叫加泰隆尼亚博物馆 它的这个地位是等于像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那里面是收藏了所有世界的文物 对 那它在旁边呢 我觉得它它选的位置是 发表会选的位置是在它的旁边 那所以我在现场看就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媒体 是连博物馆一起拍进去的 当然 所以提升他们的形象 你不要认为我是山寨 对 而且呢 搞不好明年2014年的创新得奖 搞不好就有华为了 对不对 它是想宣誓我是要做世界品牌 你们不要认为我只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手机 对 有量就有价 搞不好明年的Sparmer 华为如果能够挤掉前两名 哇 请两名是Sansom跟这个Apple Apple 对 不过很难啦 因为它才5%不到耶 Sansom加Apple高达45%喔 对 但是它已经是前三大了 所以我想这个 可是它跟LG的占有率是一样的啊 是 就是多一些些量 OK 好 好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有点超过了 下礼拜继续来谈 好不好 好 大家对手机都非常有兴趣 非常谢谢陈爷的救援 好 稍后回来亚洲大现场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本节新闻由克里斯丁国际控股 东西